今天时阴时雨,一大早就退了房,将离开无锡辉州发源酒店。 现在我们将打逼去下一个旅游城市,江阴。 历史上的江阴,万商云集,州集如林。 今天的江阴更加自信,民营经济发达,制造业强盛,领航着中国县级市经济腾飞。 江阴好,山水气势熊,三十三山罗四径,长江滚滚引蛟龙,刺激无穷。 新玉酒店,作为江阴是引领时尚的奢华五星级酒店。 酒店总面积4.2万平米,总投资6亿左右。 酒店旨在为高端旅行人士提供全方位卓越服务。 奏落于风景秀里,圆节地灵的长三角中心地带。 东与徐霞客镇接壤,南与无锡市惠山区燕桥镇。 前周镇相邻,一进酒店大堂,眼睛未知一亮。 气派超然,装饰华丽,光彩琢目。 西方典雅的情调,融合了中式诚挚的服务。 甜蛋中浸显皇家特有的风范与尊贵。 穷顶色彩斑斓,装修装饰经典。 展现阴时典雅的同时全是欧式风。 充分体现新巴洛克风格的生活品质。 简约大气,低调奢华。 使人在充满活力的空间享受乐趣。 感受舒适和满足,体会幸福的价值。 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。 虽然国内疫情缓和,行业回暖。 但五星级酒店的春天还没有到来。 新宇酒店外强性暗淡五光, 服付网狱的璀璨。 另一方面,由于聚集性活动尚未解禁。 酒店无法承接婚宴、 妇工宴、喜业会议等业务。 由于五星级酒店服务类不多,人力多。 运营成本更高, 疫情之下更显出豪华中的脆弱。 高星级酒店现在也在设法自救。 往日高高在上的五星酒店放低身段, 放低姿态求生存,变得亲民了。 这次五星级将因新宇酒店推出的只要399元。 直降200元, 含二嫂四正, 12菜一汤。 免费棋牌, 泳池, 健身, 效果显著。 偌大的餐厅摆了几十张圆桌, 都爆满。 活力多销, 总比控闲得好。 当然菜水的质量也打得了。 客房。 一打开7029房间, 先免不了浏览一番。 进门又变洗手间超级的大, 还配置大浴缸。 住在宾馆的时候非常在意洗手间, 这个就特别满意。 客房配有最豪华的布衣, 家具和设施。 以浓冻而不识活泼的色调, 奔放且大气的布局。 近似自然优美的线条, 给每一位客人。 豪华舒适, 至尊至贵的体验。 酒店客房关注到每一个细节的典雅装饰。 白色的干净床铺, 软软泡泡的枕头。 一压就会陷下去的被子, 床单非常干净。 摸起来也很舒服, 在梅雨时期并未感觉潮湿。 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。 这边有个行李架, 我们的行李还没有放过来。 等惠儿再弄, 另外还有迷你型的冰箱。 有一个单人有隔角的沙发和办公区。 这边有个夜景大电视。 安静舒适的客房, 给来客带来一夜好梦。 我好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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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